天气热了容易出汗 一定要给家人做一道这样的鲫鱼牛肉汤 刚被水淹死的鲫鱼下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 再用铲子不停的戳它 一直把它戳成这样的碎渣 记住一定要给它加入开水 盖盖煮10分钟 趁这时间把裙带菜放水中泡发 一点点就能泡出很多 它的营养是牛奶的十倍 再把牛肉加盐料酒淀粉装匀腌制20分钟 再把锅中的鱼肉捞出 下入豆腐泡好的裙带菜 盖盖煮三分钟 再把牛肉下入锅中煮20秒 加盐鸡精胡椒粉把它搅拌均匀 这样做的汤包含了鲫鱼牛肉群台菜丰富的营养价值 大人孩子都爱喝